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方块哥 上一期呢 我们把这个 冒险者世界的东区给大家探完了 我们现在呢 已经达到了16级 大家注意看 我们的星星碎片是16 我们今天呢 可以激活这个西门的任务了 我们首先要来这个守门机 它叫做历练机 来兑换一个终极通行证 OK 接下来呢 我们将会进入 鸡之村三岔路 这是鸡之村的安全区域啊 这儿还有一片安全区 OK 我们往前走啊 看这儿有个提示牌 下个版本更新 我的天 坑爹吗 这边呢 是一个貌似水帘洞一样的地方 门口有一个小朋友 咱们来跟他说说话啊 这玩意 这是葫芦娃啊 它叫做部落战士 剧情 OK 你是从鸡之国来的勇士吗 是的 太好了 我们正准备前往鸡之国 叫救兵 勇者 你一定要拯救我们的部落 说说情况吧 这座山名为 破侠 是吧 魂破的破啊 破侠 我们的部落 就在沿着这条路上去的山顶上 然后呢 然而这个世界遭受了怪物的侵袭 我们的部落也遭到有史以来最棘手的对手 那是什么 一群绿魔自称山腰侵占了我们的领地 现在族人呢都被困在部落背水一战 那我要如何帮助你们 沿着这条路到山顶 到达我们的部落 请去找我们的酋长 他有话要对你说 我现在就去 好 这个跟部落酋长聊一聊 将会奖励我一个银币和20个经验值 OK 那就这儿了 哇塞 上来就是这么多山腰啊 我的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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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能上来就死吧 现在还没死啊 我被一个树卡住了 他们现在发现不了我 我赶紧会点血 太惨了 是吧 走了 你们这些绿毛怪啊 等级12 我塞 然后这个树是可以做掩护的啊 我们又掉了一边血啊 这里的怪物越来越厉害 所以我们不能掉以轻心啊 轻举妄动是吧 我们呢 把东西呢都稍微的回复一下 然后再去跟他们对战 好 满血 出来 打 好 这里的这些全部搞定啊 山腰小兵的包裹 哇塞 这个掉落物挺有意思啊 掉落的是包裹啊 我们先别把外面的怪都引了啊 还是老样子 先回血 咱们省一点咱们的吃的 因为吃的是需要钱来兑换的 但是我现在饥够度有点问题啊 走吧 外面还有一些绿色小兵 来吧 你一个一个把他们引过来啊 现在已经需要一些智取了啊 不能这个硬杠啊 好搞定 六下左右 大概打死一只怪物 走了 搞定一个 青铜壁一个 还有一个包裹 还有一个骷髅 貌似是啊 同时掉落三个东西 再来一次 走了 这边两只啊 小山毛贼啊 破侠山药 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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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呦 要死要死要死啊 不能死啊 哇塞 差点就有梗屁了啊 围一下鞋 呦 我的天 你竟然偷袭我 等我复仇啊 三下一个啊 好 他还好这个记录是不会丢的 所以我们打完之后呢 虽然被打死了 回来还是这个眼前的这个样子 走 继续 这儿还有一只 五下一个啊 继续边回血边打 这个呢 路途遥远啊 这是为什么完成这个任务 光是见着酋长就会讲我们一些 呃 银币 就是这个原因了 太难了呗 12级怪物啊 这儿还有一个 打一只掉25个血 还是打的好的情况下 又死了 好吧 我们今天先给大家玩到这里 下一期我们见到这个酋长 再来跟大家继续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